1月25日,中国耗费5年成功克隆出两只石蟹猴这一世界集成果,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《细胞上》以封面文章在线发表,这也是世界首例通过体细胞克隆技术诞生的灵长类动物,具有重要意义。 此前,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就通过一份报告,2018年科学与工程指标告诉过全球,中国科技为何能如此厉害。 该报告指出,美国科技实力虽然全球领先,但中国正快速追赶上来。 报告中列出大量的数据,比如2000年至2015年间,中国研发投入年均增长超过18%,而同期美国仅增长了4%,中国的表现不同寻常。 其次,2016年中国论文数量超过美国,成为全球第一,国际上引用中国论文的数量也越来越多,一进入到全球前列。 最后就是中国的人才保障,中国已成为进美国之后,全球颁发科学和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最多的国家。 这些数字说明中国对科技研发非常重视,这最终能转化为更大的全球影响力。 连美国经济学家都感叹道,实际数字令人叹为观止,速度惊人,中国已经或即将成为一个科技超级大国。 不过这让长期自诩为全球第一的美国人难以接受了,有美国网民就表示不相信。 众所周知,中国论文的质量不如西方,查阅每一份读物时,我都会查是否是中国的,如果是我就选择不看。 还有的美国人觉得,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,中国科学论文总量首次超过美国,但考虑到中国人口,这有什么了不起的? 还有位自称是科学家的美国网民表示,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我也是位科学家,我曾被派去审核中国论文,但我拒绝了。 如果不在权威的期刊上发表,那论文的质量就没多大意义。 很抱歉,中国虽也有杰出的科学家,但他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其实,也不怪美国人不相信,毕竟中国这些年的进步实在太快了,连美国最重要的盟友英国都开始憧憬中国科技会发展到何种程度。 今年,由我国牵头发起了神秘的雪人计划,这是一件震撼全球的大事,终结了美国30年来的霸权。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1号哨所,回复雪人,了解详情。